7月21日下午,南京宣布正式开展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。 当晚,中心社记者走访了南京市鼓楼区玄武区江北新区多地核酸检测点位。 晚上8点钟,记者在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四排楼4号看到, 临近核酸检测采样点的道路一侧早已排起了长队。 不少民众携带了折叠椅、掌上电脑等物品,有序进入代测点。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已经带小朋友在做作业了。 但是今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夜晚,我们大家全员40同行都来做核酸检测。 然后我们也希望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环境,让大家都心里安心。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对自己负责了。 做我们最简单,能做到自己就好了。 看到很多人都还是进来排了,尽早排了,对自己负责,对大家也负责。 希望这个疫情能够早一点的进去吧。 我们公司本来也是要做,但是公司没有安排上,那我就肯定自己立马来。 就是赶紧做好,至少不要影响到后面的后续工作。 希望大家都能后过这个难关。 考虑到排队的时间比较长,不少老人还带上了折叠椅和小板凳,方便临时休息。 年龄大了时,站得受不了,时间有床了,带一个板的搜索。 晚上12点钟左右,记者来到南京江北新区,在泰山新村街道桥北社区核酸检测点看到。 排队等待检测的民众依旧很多,现场不少公安民警、社区志愿者进行秩序维护,有序组织民众进行核酸检测。 21日晚,南京市江宁区551个核酸检测点已检测超200万人。 据悉,在全员核酸检测期间,南京市将暂停接种新冠疫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